近日,演员王宝强现身浙江恒电为新电影《新喜剧之网》宣传造势,并走访了恒电群众演员聚集地,为刚刚来到恒电做演员的新人们加油鼓劲,分享经验,送上了追逐梦想的第一堂入门课。 活动现场,王宝强还分析, 自己北漂期间做群众演员的经历。 如果你有的话,你就在这耗费一天。 我相信咱们每个人肯定都会起照片,那种送资料,有的呢,不一定看,人家看见,王宝强,你满脸瘸斑,你个儿也不高,普通话都会说,简历啊,我那个资料就扔垃圾桶里了。 当时扔垃圾桶,我什么话没说,我从垃圾桶捡起来就走了。 王宝强坦言,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,而是经过不限的努力奋斗取得的。 虽然奋斗的过程比较辛苦,但还是希望横漂演员们要坚持自己的信念,抓住机会,努力奋斗。 机会其实都是靠自己去争取过来的,别让别人把你给限制了,自己别否定自己,要相信自己的信念。 但是你必须得努力,天上没有掉了鲜饼,一定要靠自己去努力,对,去争取机会,寻找机会,认清机会,把握机会,驾驭机会。 你只要是进到剧组,我就拍戏,你认识的演员,还是各个工作人员,还是说副导演,导演什么,那都是机会。 你别以为大家没有看着,关注你的,但是看你自己怎么做。 其实我是一路然就是坚定自己的信念,不管别人怎么看,别人怎么说。 对,都这么多年了,我是一直坚持在,就是最重要看你自己怎么做,努力到哪个程度。 只要是至于不放弃,青春好决努力,我相信天一定会亮的。 对,天一定会亮的。